哈喽各位极客志愿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京港赛车公园玩 给大家体验前两天在小米十周年的发布会上 雷总带来的年轻人的第一款南波基尼 当然这个肯定是开玩笑 这款车是9号卡丁车 也是小米和南波基尼的一个联合定制版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涂装 其实这台车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之前的9号卡丁车pro 那么就是这款车的一个圆形 只不过它在整个的版画上有一点不同 有很多的蓝波基尼的元素 比如说在方向盘上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蓝波基尼的logo 然后另外在前面的这个部分 也有一个蓝波基尼的logo 然后在车头的最前方 还有一个蓝波基尼的 就是黄牛的那么一个图像的一个logo 在尾翼上等等 都有蓝波基尼的元素在里面 并且和最开始的小米9号卡丁车相比 它多出了很多部分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像是它的方向盘上 多出了一块显示屏 可以显示时速 然后以及更运动的一个座椅的一个设置 因为这两边包裹感更强 这也是很多在赛车里面 或者说在汽车上强调的这种座椅的包裹感 然后最大的一个特点 还有它的一个尾翼 这个尾翼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酷炫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可以模拟声浪的一个蓝音箱 当然它可以独立为用户 当做蓝音箱来使用 另外在性能方面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 它最高的时速可以到40公里每小时 那么它的加速官方宣称 加速度可以达到1.02个G 当然这个其实概念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你踩到地板的油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推背感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电池达到了432瓦时 可以支撑大概25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的表现 那么最重要的它这个电机 它使用了两个峰值达到2400瓦的 这样功率的一个电机来进行一个动力的保证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是在这个卡丁车的一个赛车场地 进行一个体验 待会我们也会上到赛道里边 来体验一款这个急速 能达到40公里每小时的这样一个电动的卡丁车 效果怎么样体验怎么样 MING PAO TEN MING PAO TIN MING PAO TEN 好那刚才我们在场地里边 针对这个910卡丁车 这个兰博基尼定制版啊 有一个两圈的一个体验 整体来说这个加速度还是非常给力的 毕竟时速最高达到了40公里每小时 但是呢因为它还是这个前面的轴距比较宽 而后面的轴距比较窄 所以甩尾的问题依然严重 最重要的一个事是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卡丁车其实是没有路权的 如果大家在公园啊 或者说在一些封闭的赛道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一定要不要把它开到这个马路上 这样是不合法的 好吧我们这一期的体验呢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